剛剛講的寄清收養 是在二十年 你們這爽不爽的 就是準用民法 準用民法這個是有問題的 但是你這個內容 你可以實質表現 但是收養這個問題 也是有問題 他幫助親生子 你有沒有錯 可是你如果是婚前的 我們覺得說這是非常合理 而且是人道的 可是你看現在很多同志 都到外國去借父生子 或者說是人工受孕 所以你看看 那這個裡面 他將來這個孩子 你有了這個夫妻關係 你到國外去生了帶回來 以後這些孩子 你是不是就生長在一個 同性戀的家庭裡面了 那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 那你立心戀家庭 那麼多家暴 那麼多兒童 戀童 可是你要想想看 沒有看到你們物價 在國外的時候 對 戀童我們會處理 你們沒處理 我們會處理 我們可能今天或明天就發稿了 想想看 其實你看看 這個子女在國外的所有的研究 生長在同性戀家庭裡面的孩子 他在各方面的表現 都是比較弱的 真的嗎 這兩個邏輯不一樣 你看加拿大 針對700萬的人口 做得人口普查的時候 他發現最弱勢的家庭 是兩個爸爸養一個女孩 這個女孩高中畢業的程度 是遠遠落後異性家庭 所以你想想看 這都是數據 因為700多萬的這個數據 是沒有辦法造假的 而且加拿大的民間調查 他不是用這個 首先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我們剛剛在討論說這個法 然後你一直覺得說不行 這個法不行 沒有覆蓋的要求 可是你先不要插嘴 你先聽完我的問題好不好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提出這個法 那同志他們就可以 實質上在5月24號 直接用民法來登記結婚 因為大法官事先給兩年而已 對 兩年期限 5月24今年就要到期 所以你們覺得 那我們不要立這個法 不要立這個專案法 我們就直接等到5月24 我們用民法 還有同志結婚 這樣比較好 他如果能不能準用呢 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很多爭議 因為我國是一個 是一個大法官就已經說可以了 大法官就已經說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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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官就已經說 大法官就已經說可以了 你必須要有法律 好 那我知道你的觀點了 就是說那這能不能準用呢 那你的不能準用 那他們認為能準用 那這個事情誰來仲裁 所以這個當然還是要大法官 可是你大法官 如果你解釋 可是你解釋 不符合民意的時候 人民可以透過公投 來表達他的意見 公投就不能各頭 各國都不能 各國都可以針對 各國的公投 甚至公投可以修剪 不是 因為一個國家 總是有個體系 他最後有個仲裁者 你即便不滿意 你還是得接受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這件事情從最早 2013年提出來以後 其實對這些同志朋友 他們其實只要一件事 就是說他們也希望 可以跟異性戀夫妻一樣 或鄭大哥去過我的婚禮 你知道嗎 對 就我可以跟我太太這樣 在上面結婚 然後你看下面那些朋友 就... 不好意思 就是看著我 你去過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只是想要可以 了解 結婚嘛 那這個過程從2013年 突然間2013年 他們想要追求一個姓武 但是追求他 那到2018年 那這個過程中 立法的過程中 沒有想到說 我只不過提出這個需求 結果那麼多人 講那麼難聽的話 就是 艾滋病什麼 不是這個應該是講到本質 你只會去針對人家的信心 我也不會去批評你的婚姻 我也不會去批評你有沒有偷吃 那你憑什麼整天 就是拿著這些 每一個社群 不管是同志社群 或非同志社群 都有好人跟壞人 不能老是拿幾個那種壞榜樣 然後就說這些人都是這樣子 那你這個異性戀者 為什麼對同志 你講到會掉眼淚 自己的朋友 你找到自己的朋友 然後為了結婚 然後突然被人家汙女 然後 然後我又包不上門 就會很困難 這是你的朋友 我先失態 沒有我覺得同志社群 而且在過去這段時間是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受傷